另外三支区公所也代为颁发里长的当选证书 未来业务的合作可以更顺利 今天就任的13位里长也将在未来4年为地方位里内建设争取福利 期许与区公所合力推动之下 三支能够越来越繁荣进步 今天是圣诞节也是大学过后 当选人正式上任的日子 三支区公所展演厅内邀请到今年刚刚选上的连任 以及新科里长来接受当选证书 而新科里长们也期待借由上任之后 能够更加快速的熟悉业务与区公所 未来4年攜手建设与服务 打造更宜居乐活的三支 那今天是我们12月25日 也就是第三届的市长跟里长的就职的典礼 那除了早上我们侯友宇市长他的就职之后 那今天下午我代表侯友宇市长 来到我们三支区针对了我们13位里长 来做一个就职的一个受证 那一个颁花一个任免令的一个时间 那非常高兴我们这一次的13位里长 那除了两位也就是电子 跟古装里的里长是新的之外 那其他都是连任 那非常的祝福他们 那希望我们新的开始 那我们区公所跟里办公室能够共同来努力 那希望能够让我们三支在我们大家的努力 奉献我们智慧之下能够更为的精进发展 第三届里长们从区长手中 结果一张张的当选证书拍照留下历史时刻 整个里长就职班正现场相当的文心热闹 而三支区新任的里长联谊会会长也是新华 里长表示 接下来四年监头担子更重了 许多的预算以及议员的配合款不在 也期待侯市长市府团队要有相对硬的智慧 让偏向的资源不会因为预算缩减而受到影响 未来四年是说真的问题很多 那尤其是现在议员所有的配合款都没有了 包括每一个里 这里基层还有一些人口局局的费用 也被议会删了 甚至于说林里长3840活动可能也会被删 我在想说在这四年当中 希望说所有的议员包括市府的长官 我们侯市长应该会体恤一般老百姓 对市府的一个期待 那还有就是说这些里长想要做的 一些要宣导的 我相信市府也是希望有这些活动 来替这个市府宣达这个市府的旨意 另外因为三支今年还有两位新科里长 古庄里夜球连里长 以及电子里戴文府里长 也在就职典礼上接下里长应姓 而不论是新科还是连任里长 都在今天正式走马上任 而三支区13位里长也将在未来四年 为地方里内建设并争取福利 会长也期待在与区公所合理推动之下 三支能够越来越繁荣与进步 记者亮平函三支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